Hello,大家好,我是DK1,欢迎收看战舰世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来订阅文文的优酷视频 文文的视频每天都会在优酷首发更新 那感谢今天投稿着我们的Cyber9361J1提供的录像文件 这个举计是在YARF啊,你可以看得出他用的是G0 那么这边我们也是爱塞加大凤,对面也是爱塞加大凤 那差不多的一个队伍配置啊,那我们就放在同一天对吧 和小哈呢,是一起来放,那么可以有个比较好的一个对比啊 就同样双航母的情况下,那个G0的打法和那个小哈打法会略有不同 但是又各有特点 那还有就是说是,每期的最后啊,文文的那个活动的话呢 有效性是到12月底,对吧 之前的话,大家参与评论都是有机会可以抽奖的 那详情的话是可以看我的第三百期 所以我每期后面的话,也都是会有那个 我们说到一个活动公告吧,对吧 我会放这几天的话,这段时间我活动公告都会放在最后 想要投稿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我们到我的一个投稿邮箱 也录像文件以及一个战绩截图啊,一并发给我 然后呢,文文的QQ群,公会戒队群以及 是群羊是差两极,对面是有两脏王 但还有一个,他们是巴尔蒂摩加两脏王的话 如果说是我们航母一个视野够的话 其实脏王隐身号不是那么好容易打 然后呢,驱逐舰的话,我们又说过比较大一点 对面一个羊岩,然后呢,是两个本身 但是,是略有优势啊,但是不代表就是说肯定能赢 对吧,就是说我们在等级上的压制 有时候的话,有句谣言啊 就有时候当敌人在等级完全压制你的时候 可能啊,我们几方在智商上可能会压制敌人 那我觉得是有这样一个说法的 而且现在叫冰岛图画三点齐战 C点应该是没有驱逐啊,本身估计比较远 然后呢,羊岩啊,这种都没有去 可能敌人的话在语点会居多一点 看,C点站完直接走嘛 一个塔石杆,可能这能威胁性会比较大一点 哦,对面的三架鱼雷机是往后绕 是要四航母吗,还是直接雷大河呢 我们大河,其实这个位置的话 航母也是可以对他造成成蹲的打击 稍往后绕一点,对吧 最上的话,离大河也是稍微一点巨难 他选择直接四航母 因为其实沪斯的话 埃塞大沸 大沸的话三对鱼雷机其实四应该是效果更好 但是好像埃塞是没有过来 我们鱼雷机没有看到那个埃塞 埃塞的话不知道是在绕另外一遍吗 我们看一下飞机 埃塞应该是飞机在后面 毕竟他的一个飞机出来的速度啊 和日系幣的话还是会有点差 然后呢这里的话敌人也是啊 藏王,两艘藏王 都冲的比较前面 侧面的话还有一个爱荡 他们想利用高引逼直接强点 而且我们的战略界相对于来说 还是比较靠后的 那所以说的话 藏王来强点还是会略有优势 而我们航母在那边的话 应该是修效还可以啊 我们家航母埃塞就吃了几发雷了 这个问题不大 有战斗机护 哦呦,对面的藏王是吃了一波雷 直接残了 啊,机想是直接拉烟席 为成功 但这里的话是因为鱼雷 轰炸机飞机的关系 还是把它点亮了 这个没办法 然后像机灵的打法的话 还是是以一个隐蔽偷袭打爆发为主的 不像那个小哈就是我直线 啊,直接是一个 呃,明着来打你,对吧 打不动打不动就不一样 那你看这个细节 就是机的话是把屁股朝向 就是基本上预判 他们有驱逐的地方 因为这样子的话 当有鱼雷过来的时候 他呃,还有机会啊 做机动来一个规避 哦,吃了一发雷 炸王,这是炸王的 应该是炸王的一波雷吧 他已经雷扔过了 稍微动一下 因为如果实在是不行 就要带点速度直接走 如果说是,诶,没遇雷的话 我们就可以是 差不多,诶,停停船 好的,是炸王 一轮594中四发 哦,一轮1000多 机器量可以稍微少,少算一点 炸王的话 这样转吗 他转过头啊 哦,没有 没有,没有 炸王继续洗 炸王这个走位有点拼啊 真的是好拼啊 这样子一个走位 但是的话是被我们的机灵一直蒙洗 诶,他卡住了 哦,他完了,他完了 他撞伤了 哦,我们右边还有一波鱼雷 哦,还好是队友的 队友的话 这个雷这是可以沟通的对吧 哇撒雷啦 你别动,你别动啊 行行行,没问题 但是内心还是比较慌张 炸王的话 这里的话 哦,他卡住三 这个他完了 嗯,加速想走吗 对吧 继续洗 继续洗他 我觉得后面的大河 应该一轮炮弹也要过来 来了 哦呦 直接秒杀 诶,又有一个爱荡 这个爱荡也走 也绕不回去了 要出事 跟你说拜拜 啊,脏王还是往我们这边来切 他已经是没路走了 诶,他也卡住了 哈哈 哦呦 哎,你敢信 两个人相同位置都已经是 撞伤 但是我们这边是被点亮了 赶紧走 笔点的话 轩扬在这里 威胁性还是会比较大一点 哦呦 挨打 哇 这几发全重啊 船头炮几发全重 打得好疼 那相对来说 机灵就是说是脆皮程度 还是跟驱逐是一样的 然后是像那个 小哈的话 血量 摩尔状对 H1的一个 呃 免伤效果啊 会稍微更好一点点 就是尤其对203的一个H1的伤害 哦,这里亮了一个羊炎 后面还16公里一个爱荡 这个打不到 哦,还有一波雷过来 这个雷好多啊 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19公里那个羊 这个羊炎好难打 啊,据说对于 毛戏来说 呃,这个距离会比较好打 你可以看差不多4秒多 而美西的话 这个抛物线将近要9秒多 这个距离几乎是要 差不多8倍进拉满 呃,这里有个本身在接近中 啊,他就完全完全没看我们 这个是个机会啊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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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对吧,本身好 哦呦,哇,本身直接被训报了 哇,那文文看到他那个训报的位置啊 也是在 就屁股后方 就是类似于这个星星 这个这个位置啊 鱼雷管星星 还有这里一个水雷的一个位置 文文记得我当初凯基林在某一局 对吧 17公里被德明盲射一轮 然后呢,有一发落在我的菊花处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爱心的地方 然后一轮就被训报了 对吧 哇,哈哈 哦,这个可以 那现在的话就有优势 因为像对面还有一个本身 一个扬眼 如果说基林现在这个状态 8000点血啊 挑一个单挑满血的一个本身没问题 哦,对面鱼雷机来了 一大波鱼雷机 赶紧开防空技能 哇,大河要出事 大河要出事 我们家战斗机没完全赶过来 好,吸猪了 但是的话 虽然是打伞 但是大河还是要吃雷 哇,吃六发吗 哇,六发全击 哎,还不止 哇,吃八发 哦,好伤 虽然说伤害还可以 哦,又有一波鱼雷机来了吗 又一波 这个投了吗 啊,没投下来 直接被打掉了 哇,这里还有一波去猪的鱼雷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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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吓死宝宝了 这个太吓人了 这里要当心啊 机灵现在这个血量的话 爱塞和大风对我们的造成伤害还是很高 而且我们这里可以看 同样是说我们有优势在对面 其实藏王也好 爱荡也好 就是走位非常差 对面一个残血藏王 以及那个满血的走位藏王 呃,都已经是 一个藏王是送了 但是我们家塔斯跟导锋一吹 也是被弄死了 那就可能是本身扬言,对吧 那一波单挑的时候 我们家导锋也死 但我们这里有一艘驱逐啊 这边的话是一艘本身 哦,这里还有投雷 哦,驱逐 哦,实力帮大合 压掉一波雷 这个可以 那文文一直在想 就是在掩护别人的时候啊 你如果说是在他走他身前的位置 有时候是可以有机会帮队友去压雷 但是 这个会非常的危险 对吧 压雷是很有压力的 对吧 呃,别人 别人 你要压敌人的压雷 对吧 你敌人可能鱼雷会跟你说雷嚎 那一个雷嚎就可能是就直接被雷成 对吧 这个很危险 哦呦,本身的话 这里的话是消点了 我们的鱼雷机回去啊 也是没有视野做点亮 而且的话 哦,本身是减速停船 可能他也是拉烟雾了 那这些的话是没有洗到他 我们是往后退一点 万一的话是吧 有那个 盲雷 这个就很难打 哦,这些的话 洗不到他嘛 本身好像是应该在比较近的一个距离啊 不在比较远 你如果看抛物线的话 好像是在比较近的一个距离 但是我们现在 不敢上 真的是不敢上 你这个血量如果摊在烟雾中 我们头顶上还有飞机 出去被点亮 那就是被本身忙食啊 这个好吓人 是吧 现在稍微消消点 我们前面是小心不小心 出了一下烟雾啊 这里应该可以上了 我们一个现在是分数落后啊 虽然说 呃,我们多一个人头 但是对面有两个点的一个存在 其实分数还是一直在压制我们 哦,分数人头没有落后 人头前面是 前面是有人头优势 对面人头落后 现在我们是成了一个人头一样 可以看 分数的话要将近比我们高200多分啊 这样比我们高200多啊 本身的话要想办法去抓啊 这里不抓掉本身很难 而且本身14000的血量 可以看 哎,因为本身雷的雷速比较慢一点 但是一定要走 他就甩了一波雷 8.1公里 打起来有难度 而且前面有出云爱荡巴尔地魔 这个距离不大好搞 我们想办法去站站点 这样的话 作用会比较强一些 而且G-0像这种的话 还是隐身啊 有一种 怎么说呢 半倒风的打法 对吧 就是贴近雷人 但是另外的话 他还有防空火力 可以把飞机打散 那相对于来说是 降低鱼雷的威胁 就是舰空的威胁性 另外一点的话 切近身 只要他炮还在 要打法还是一样 我可以看 他的 而且本身的话 他这个炮塔感觉转的不是很快 应该是 上了射速的配件吧 啊 本身这个 或者说是鱼雷配件 我没仔细看 但是看他这个炮塔转速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是这个 哇 这里是要雷 爱荡吗 爱荡的话 带内切 要补偿他吗 没有 决定还是走 爱荡 鸡头切回来了 给想办法雷雷出云啊 相对来说 出云还是比较好嘞 哦 这边点亮了 哇 这里有个本身 这里有个本身 出师了 出师了 哇 哇 不要打 不要打 哇 烟雾的话 还有十几秒钟 哦 出云 出云爸爸 这里还有个出云 出云跨口 看着我们 哇 着火了 出云 哦呦 哦呦 跨射跨射 好样的 两跨射 但本身还是一直在打 我们这里不大好 去做一个反击 是吧 爱荡这里的话 被秒杀 但是的话 很担心啊 他会洒鱼雷出来 可能手术没那么快 但是还是会 比较慌 那对面的话 血量都不多啊 出云那边 哦 巴尔 地魔来了 还是要强点 那我 比点做斗争 大家一人一个点 好难 好难 对面的话 也是 集成了 一艘爱荡 而且他们的血量 都不多啊 然后可以看 我们家的大河 也是在 双航母的一个 包机下面 也是直接是 被带走 可能是本身 可是他们家本身 也是吃雷了 直接是被带走了 这个有点少 而且的话 机车打字 好像是 鱼雷管被击毁啊 他现在图标 是看不出来 但是看到他 是撒了一波雷出来 他本身能不能吃 原分雷 有机会吃原分雷就好 我们的烟雾 也是没有了 有点 淡尽良学的感觉 是吧 是会有 是不是要感觉 要带尽良学了 怎么办 这个会比较难搞一些啊 初云 巴尔地魔 哇 好难打 真的是好难打 初云的话 也是在剃头上 但他血量不多 我们家还有一个 北卡 北卡状态好吗 啊 北卡状态还不错 四万多 哇 这里本身出来了 可以洗他 来了 有没有再训报的机会 好像没有 哇 本身消点了 那这个位置的话 我觉得 本身极有可能啊 会甩雷出来 而且现在我们 制空优势不大 看一只头上有飞机 而且我们航母的话 也是被死掉一个 埃塞是死掉了 所以说伤害的话 并不会是非常的高 然后呢 大凤 现在要被压制了 而且你可以看 大凤的战斗机 这应该是 谁的战斗机 大凤的战斗机 哦 本身来了 一万三千的本身 对六千多的机灵 大家开始对炮了 哇 轮机坏 还剩五千多点血 看能不能把他炮打坏 前面还是耍了一波 盲雷本身开始转 我们转踢头 好的 一轮是把他炮打坏 鱼雷管打坏 我们是也是坏了一门炮 本身的轮机坏了 继续打 继续打 有没有机会 还有三千多 我们还剩四千多点血 本身的话 现在输出能力 不是很强了 继续继续 三千二 哇 只剩一门尾炮了 天呐 只剩一门尾炮 现在就强制 躲着山 哎呀 转不过去 哇 如果本身听说在那边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哦呦 还吃了一发 这一轮对炮 把炮打坏了 这个实在是太少 要出事 要出事 而且头上的话 还有个水战 而巴尔蒂摩的话 离我们是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真的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他本身会不会出来 现在就说 大家已经都是 是打到了体无完肤啊 那圣斗士的 这个战役已经全都是碎的差不多了 剩下就是拼意志了 看谁 对吧 只剩最后一门尾炮 这个是苦 这个就是那个叫什么 蝎子打法 对吧 那蝎子不是屁股后面就那个吗 一个蝎子打法 就是拖刀流也好 怎么样也好 绑增出来了 一千多点血 我们一千四百多 这个有时候的话 就是几轮炮的事情 本身先开爆 一轮 哇 我炮被打坏了 哇 还好 秒凶漂亮 该你索 白白直接把它带走 然后我们没有烟雾了 而且的话 对面分数还是领先七百多分 但是初银马上就要死 先甩一波雷 当心初银腹炮 但是可能初银是 哦呦 我刚刚想说 初银是不是被洗的不行了 它的腹炮还是有效果的 会打得很疼 当心一点 哦呦 着火了 漂亮 哦 被腹炮打了一轮 哇 对迷了一起 哎 着火 该你索 白白直接带走了 巴尔蒂摩的话 赶紧往远的地方走 这个现在的话 我们就是会比较明显一点 对面啊 一个藏王已经是 绕后啊 绕后的话 可能是藏王帮助航母来击杀 对 但是我们这里的话 已经是直接掏底啊 一线是冲到了他们家的后方 把他们一个藏王在我们家后方 可以吊着打 放掉他都可以 对吧 剩下就打巴尔蒂摩 然后呢 收航母就可以了 哇 这一局打得非常的惨烈啊 虽然说我 我们这一方 是有一些优势 有船的等级上是有优势 但是也是打得非常的累 这不就是赢了吗 对吧 其实这在过程当中是一件非常非常累的事 现在我们就躺着 对吧 等待一个站点的一个结束 两点在手 全头领先 只要 不出事 对吧 你不要死 那基本上就妥妥了 因为 像航母能搞死 对吧 巴尔蒂摩的话 肯定也能搞死 北卡这点血量 我绝对不相信 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 会被反射 而且 我们的一线的巡洋舰 也已经是过来了 哇 这个在中圈笔点的一个争夺战 打的是异常的激烈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对吧 我现在的话就是等待一个站点的结束 那我这里的话也是加快 我们的进程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本期的视频 那在最后的话 我们一样是会附上 现在的话是年底了 对吧 马上2016年就要到来了 那也是一个做了一个300期的一个特别的抽奖活动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我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对吧 开心的事情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好的 那这里的话马上战斗就是要结束了 也是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